后来呢 李龙基从陆州回到长安 立宅于龙庆坊 结果又出现了那则众所周知的 龙庆池帝王契的传言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术士暗中告诉李龙基 说他这个名字中啊 有一个龙字 所居之坊又有一个龙字 伟后临朝又把年号改为了唐龙 而这龙和真龙天子 那个龙是可以通假的 这么多的暗和之处 就足以说明李龙基 就是命中注定的真龙天子 如此种种 无不让李龙基充满了一种 天命在我的绝对自信 而这样的自信 又无疑在很大程度上 坚定了他发动政变的决心 如今呢 政变轻而易举取得了全面成功 李龙基当然就更有理由 去憧憬那个越来越真实的天子之梦了 李龙基相信 只要父亲李诞登基 自己就很快成为帝国的储君 虽然他不是敌长子 但是在他看来 就凭这场政变所取得的安定设计和拥立向王之功 天下人没有理由不拥戴他 大哥李诚弃 更没有资格去跟他竞争着太子之位 那么说白了 就是谁打下的江山 当然就由谁来做 所以眼下李龙基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说服父亲当皇帝 在当天夜里 李龙基就找到了大哥李诚弃 然后和他一起来到向王府 是苦口婆心的 劝说父亲接受善让 登基为帝 看着两个儿子万分诚恳的表情 听着他们一遍遍 近乎于祈求的劝说 向王李诞 在心里不停的 发出一声声的长叹 为什么天底下无数人 拼了性命要夺取的东西 却偏偏是自己不想要的呢 为什么被自己 视同是枷锁 视同是樊梨 视同是禁锢的这顶天子桂棺 却要一次次被别人强加在自己头上呢 当初母亲武赵 把她强行推上皇帝之位 实际上就是把她变成了 一只装点门面的正的花瓶 表面上让她成为帝国最尊贵的男人 实际上就是把她变成了 世界上最高级的囚徒 而现在 虽然再也没有母亲的铁腕 去操控她的生命 可是儿子们现在要求她做的事情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 威迫她呢 李诞的一生是崇尚淡泊宁静 自然无为的这种人生哲学 可事实上 她的一生丝毫也不曾宁静自然 她是时刻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 宰臣宰福 身不由己 原以为母亲武照下台之后 她的人生就再也不会落入被利用 被胁迫的窘境里 可是没想到啊 天地如此之大 她却始终逃不出这辈子的网络 如今 妹妹太平和三郎龙姬 又扛着她的旗号 搞了一场流血政变 再度把她推入被代表 被拥立的政治漩涡之中 这真是让她倍感无奈 其实李诞很清楚 妹妹太平和三郎龙姬 都是呢 不甘居于人下之辈 二者的权力野心 谁也不比谁小 现在他们之所以会合起伙来 把她给强行的推到前台去 无非就是想利用她的身份 去强化新政权的合法性而已 那么换句话来说呀 他们其实就是把她当成了 一面幌子 一个跳板 一种泛式性的过渡 迟早有一天 在太平和龙姬之间 必定会再次爆发一场权力斗争 那么到那个时候 李诞悲哀的想 自己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就像眼下的少帝李重茂 不得不在实事逼迫之下 被善让一样 到那时候 自己恐怕也只能是不他的后尘 在妹妹或儿子的逼迫下 被殉慰的 可是明知如此 向王李诞又能如何呢 这正如卢梭所说的 人是生而自由的 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在六月二十三日深夜 在两个儿子的意坚持 和苦苦劝说之下 向王李诞终于被说服 被感动 最后无力地点了一下头 表示同意 六月二十四日 沉太极殿 一具贵重的南木光果 停放在大殿的西边 这里面躺的是二十多天前 被毒死的中宗李显 一张宽大的玉座 被放置在大殿的东边 上面坐着二十天前 刚刚登基的少帝李重茂 中宗的灵鹫旁边 站着面无表情的向王李诞 少帝玉座旁边 站着荣光焕发的太平公主 大殿的下方 站满了鸦雀无声的文武百官 百官前列 站着目光炯炯的李龙记 和刘幽球 这是一场特殊的朝会 整个太极殿一片静默 人们都在静默中 等待着一个 毫无悬念的谜底揭晓 太平公主 用一种矜持的目光 依次扫过所有人的脸 然后 她不紧不慢地开口 家国多难 设计不宁 皇帝欲于此位让叔父 诸位认为如何呀 文武百官低垂的头 互相交换一下眼色 继续保持沉默 只有刘幽球 挺身出力 朗声说道 国家多难 皇帝仁孝 追踪饶顺 成和志工 相王代之认重 慈爱由厚仪 那么皇帝仁孝 顾被善让 相王慈爱 顾被拥立 百官沉默 顾被代表 很好嘛 殊辞直笑 君人君和 上下和睦 异团和谐 然而 刘幽球说完之后 瘦小的少帝李重茂 却依旧是一脸茫然 坐在宽大玉座之上 仿佛根本没意识到 眼前所发生这一切 太平公主的嘴角 掠过了一丝鄙夷的冷笑 她静止走上前 对少帝说 天下之心 已归相王 这不是你这小孩子的座位 说完就一把拎住 李重茂的衣领 像老鹰抓小筋一样的 把他给提下了 玉座 那么就这样 在几个政变首脑 一手操纵之下 大唐帝国迅速完成了 新一轮的权力交接 在当天 李一旦正式登基 并亲临成天门 宣布大赦天下 一个月之后 朝廷是改元 景云 这是唐瑞宗李旦的第二次登基 与第一次登基时隔了26年 人生如梦 世事如烟 26年是一场无奈的轮回 充满着一种宿命的惆怅 李旦发现自己走了很远 走了很久 可是一不小心 又回到了当初那个 极力想要逃离的地方 当初被他弃之于碧履的 那顶皇冠 如今又成了他不得不戴上的 一副枷锁 第一次帝王生涯 给李旦带来了 无尽的压抑 苦闷和烦恼 而这第二次帝王生涯 又会给他带来些什么呢 李旦即尾之后 一个严峻的问题 立刻摆在了他的面前 立谁为太子 李旦知道 三郎龙姬发动这场政变的主要目的之一 就是为了得到这个太子之位 而且以他的能力和功劳而言 这个位子也确实是他应得的 可是棘手的问题在于 龙姬排行老三 而且还是庶处 如果立他 敌长子成器会作何感想啊 按照自古以来 立长不立贤的传统 只有成器才是储君的不二人选 无论龙姬的能力再强 功劳再大 都不应该染指太子之位 可是如果龙姬一心要争 而成器又坚决不让 那这事情又该如何解决呢 一个建有不适之功 一个拥有法理依据 那么立谁都没错 可是立谁又都不妥 在此 李旦发现自己陷入了 当年高祖李渊一样的困局 搞不好 李唐皇室就有可能会重演一场 兄弟倪强骨肉香残的悲剧 怎么办呢 就在李旦万分焦灼 无计可施的时刻 长子送往李成器 主动站了出来 李成器对李旦说 国家安定 则先考虑敌长子 国家危险 则先考虑手工之人 倘若违背这个原则 天下必将失望 所以陈宁死也不敢居于平王之上 一连几天 李成器是流泪请求 态度坚决 很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嫡长子 他对目前形势 有非常清醒判断 对李隆基的实力和野心 也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他知道 仅凭自己嫡长子身份 是远远不足以 同三郎竞争和较量的 因此 与其冒着丧失一切的风险 去打一场同根相间 并且毫无把握的仗 还不如做得漂亮一点 主动去让位 那么这样 既显得自己身名大义 又能换取李隆基的感激和信任 从而保住自己亲王地位 和后半生的富贵 何乐而不为呢 李承契的主动弃权 让李诞如释重负 而与此同时 大多数的朝臣也认为 平王李隆基建立其功 英为太子 那么紧接着 李隆基的心腹刘幽囚 又一次当仁不让站得出来 他对瑞宗李诞说呀 说臣听说 除天下之祸者 当享天下之福 平王 诊设计之威 就军亲之难 恭莫大焉 何况他素有贤德 请陛下不必再犹豫 那么既然如此 就没什么好说的 在6月27日 也就是政变后的第7天 瑞宗李诞 正式策立平王李隆基为太子 而为了取得平衡 李诞又于次日 将雍州牧 扬州大都督 太子太师三个要职 同时授予了长子李诚记 在接到赵书这一刻 李隆基似乎显得出奇的平静 或许该有的激动和喜悦 早已经在他心中预演过了无数次 因而 这兴奋之情早就淡了 又或者是 拿着一种命中注定要属于自己的东西 就不会有什么 这从天而降的惊喜之感 不管怎么说 总之李隆基是非常的平静的 当然了 即便李隆基在心里认定 这太子之位是自己分内应得的 那表面上的客套文章还是要做的 他随即就上表 非常谦虚的推让一番 不过呢 马上就被瑞宗李诞给驳了回去 那么就这样 几乎没费什么周折 李隆基就成为了大唐帝国的皇太子 一条通往天子宝座的红毯 已经在他脚下扑开了 不过与此同时 有一个巨大的障碍 也已经出现在这红毯的前方 那么准确来说 是一个女人挡住了她的去路 这个女人就是太平公主 伟后和安乐公主死了之后 如果说有人认为大唐帝国 从此就已经摆脱了 聘机司臣的尴尬和女主天下的危险 那她就过于乐观了 因为原本就比这两个女人 强过百倍的太平公主 此时正在用着一种 比过去更加强势的姿态 在帝国政坛上迅速的崛起 那么要了解太平公主 在瑞宗一朝 究竟是拥有着怎样的强势地位 我们有必要去引用一下 资质通鉴中的一段话 说太平公主 臣敏多权力 中宗之士 伟后安乐公主皆为之 又与太子共诸伟事 既履历大公 一尊重 瑞宗常与之徒役大正 每入奏事 坐与一时 或食不朝恶 则宰相就地自知 每宰相奏事 瑞宗则问 常与太平一否 又问与三郎一否 然后可知 公主所欲尚无不听 自宰相以下 进退细其一言 其余见事俱利 清贤者不可胜数 全行人主 屈腹其门者如是 那么这段记载 大概意思就是说 太平公主这个人士 性情沉稳 机智灵敏 擅长全谋 早在中宗时代 伟后和安乐公主 就对他甚为忌惮 那么后来 他又与李隆基 一起铲除了伟氏 拥立瑞宗 因而是建立了大功 未尊权重 瑞宗李旦经常 召他入宫商议 大阵方针 每次商谈的时间 都会很久 有时候太平公主 没有入宫 瑞宗就会派宰相 到他的府上 去请示磋商 此外呢 每当宰相 向瑞宗 成帝奏章的时候 瑞宗第一句话 总是会问 说你跟太平公主 商量过了吗 紧接着又会问 你跟三郎龙姬 商量过了吗 在听到肯定答复之后 才会着手 披肤的 那么当时 太平公主 所想望的 瑞宗 没有一件不应允 宰下以下的 文武百官的 卓生或是贬将 只在太平公主 一句话 其余经过她推荐 而一夜之间 飞黄腾达的官员 那更是不可胜数 由于太平公主的 权势之龙 完全不亚于皇帝李诞 所以朝野上下 人人屈之若物 其府邸总是 门庭若氏 而她的三个儿子 薛从行 薛从敏 和薛从简 也都被封了王 地产和田园市 遍布 京师郊外 为了收藏各种 奇珍夜宝 和器具古玩 不惜派人 远赴岭南 和属地去逃跑 运送的马车 那是一路上 络绎不绝 那么同时 太平公主的 饮食起居的奢华程度 也简直就可以 媲美于 皇宫一般 美于